再加热它就腌没有了 这个时候基本就达到我们的腰脏 可以下那样 这个油温就已经有点高了 我们这个要速度要快 帅 董老师这个 下了以后先不能动它 因为你要着急一动 就也容易粘锅 稍微让它定一定 那我们这回炸是要把它炸熟 还是炸到几成熟 要炸干 要炸干呀 对 要炸稍微的干一点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让它这个 就是不容易碎 但是我们这个 因为做的是酥带鱼 就有点知道酥鸡鱼吧 酥鸡鱼 因为长时间的这个 这个在锅里它容易碎 所以说我们这个呢 尽量就是说 让它炸的稍微干一点 明白了 所以您那儿要沉醋 对 待会儿这个醋就起到 能够让它变酥的作用 这个菜呢 是骨头式都能吃的 我现在就想 干嘛呀 直接 你说香不香吧 干吃了 你看没有 它这个已经就是说 这个时候它已经硬了 对 这个时候呢 你就是可以动它了 你看它一点都不会粘 是吧 对 你说这带鱼会炸糊吗 会呀 什么东西都能炸糊 你要老炸还不糊 哦 好吧 这个就可以了 其实现在这就能吃了 对 这带鱼是不是要炸得特别干 然后待会儿拿 有汤汁的才容易往里吸呀 也不是 就是我主要是炸糊 是为什么 实际上它这个不容易碎 哦 你看我们这个 这个鳞也都没有合过 对吧 来点油 好 我们呢要把这些料炒一下 嗯 炒一下什么呢 让这个料出来香味 哦 然后我们预备一个高压锅 这点带鱼呢 有这么两个大料碗 就够了 哦 您这带鱼还要高压锅压一下啊 对啊 就是它这个长时间的压嘛 哦 就让它酥 变酥 对 你要不然这个鱼骨头怎么吃 哦 我们这个料啊 这个炒料啊 你一定要给它炒的 就是稍微的有点颜色 哦 就让它味道出了的浓一点 小回销 对 而且我们家里啊 一般啊 就是下这个 葱姜什么不敢下 你知道吗 一定要多放一点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做的就是这种 这种浓 就是味儿比较浓的东西 哦 您料就得下的稍微足一点 哎 这个味道是不是有点像苏鲫鱼 那个感觉 对啊 对啊 但是跟苏鲫鱼它还有点区别 因为我们还用到豆豉呢 对 哦 对吧 好 然后加一点黄酒 对 哎呦 这 然后加上那个 对加黄酒那个味儿 酱油 直接半米饭吧 对啊 然后这个醋 然后那个碗 我们都要倒到里头 这时候就放错了呀 对啊 冰糖 冰糖 为什么不用白糖 白糖甜度太大了 哦 就这菜不能那么甜 对 对 我们加水 加水 热水吧 热水 好 来 我们来一点 然后这时候我们加盐 好 这个得放三勺 因为你这个汤比较多 然后其他的就不用加了 这个化了以后 我们把这个鱼 哎我觉得我们这鱼有点少了 是吧 对 倒到锅里 这其实 张少伯老师这是一个凉菜还是热菜 凉菜 凉菜 对 那可以是不是多做点它 可以啊 哎呀 你去买鱼去吧 老张 等我表弟马上寄回来 哎呦 要蘑菇 啊 然后我们压多长时间呢 盖上盖上了汤以后压三十分钟 压三十分钟以后呢 然后打开盖以后晾凉了以后 把鱼要取出来 取出来以后呢 然后我们再加入豆豉 哦 取出来以后再加豆豉 对对对 那这得等三十分钟呢 等三十分钟 但是我之前已经做好一会儿了 是啊 咱们马上就这样 哦 这儿呢 这儿看见了 这炖三十分钟是吧 炖三十分钟 炖完了以后还能成形吗 能成形 炖完了以后啊 一定要凉了以后 才能把它取出来 因为那个汤就成豆 是这个意思吧 对 哦 你看 我们这个 嗯 取出来了 嗯 然后我们要改一下刀 这还改刀啊 这个就这 对啊 哦 哎呦我这好酥烂哦 对 哦 这豆豉了 小老师 别着急啊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你看它凉了 你能拿 拿着住它 哦 如果是热的话 你就拿不动它 哦 哦 明白了 哎 我觉得你是不是 得炒什么东西 焦到上头呀 对 我这锅给你 我要炒豆豉 我们这个豆豉呢 稍微地给它斩一斩 嗯 稍微斩一斩 稍微给它弄得碎点 因为我们最后要搁到上边的 嗯 好 我们现在可以做锅了 好 好 哎 我刚才这个切了一点 葱 跟蒜 嗯 稍微地 这个很小 放一蒜 往里搁 这一下 这一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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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一边 来 边一边 不要这个上颜色啊 哦 就边出香味来 香味来 来 来 我们把这个豆豉 搁一搁一搁一搁 这豆豉在炒的 什么状态啊 炒出香味来 就行了 其实豆豉本身就熟的 对 然后我们这个要加一点点水 我还说嘛 对 这要不然的话 好怕我因为这加水 可是讲究啊 不能加多了 对对对 这加多了 这考验这可是 好 来 把这水分还得熬出去 稍微的有点水 我们少提一点点糖就可以 这就可以了 嗯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豆豉 哎呀 这样浇在一上边 行了 出锅了 吃香酥带鱼 做菜步骤 一 带鱼表面抹盐 下七成油温的油锅炸制 二 锅底放油 下八角 葱姜蒜 小茴香爆香后 加黄酒 酱油 醋 冰糖 水 盐调味 和炸制好的带鱼 一起放入高压锅 压制三十分钟后 捞出放凉 三 锅底放油 放葱姜爆香后 放入豆豉 水 翻炒后 淋鱼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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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茜茜茜 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牙齿 小刚老师 我这有豆豉 还有唇 什么唇份 说说 鸡翅 这是生粉 小甘葱 甘葱 这点是什么 这个是水面粉 水面粉 洋葱 豆豉 葱姜蒜 咱们开始了 实在简单 好 咱们第一步 先把这个鸡翅 给在上面打上一字刀的 这样待会儿烧的时候让它入味 两侧都给打上 好 好 完了之后咱们放料酒 料酒 来吧 来 黄酒行吗 来一点黄酒 放一点黄酒 放一点盐 人家这盐 都是硬的 有吗 放一点鸡精 把生抽 咱们给它 入味的 就拿着筷子 走 拌一下 放冰了 你这个搁上生抽炸 炸完以后这鸡翅颜色 深不深啊 你是要炸它吗 是要炸呀 是放什么呀 不会深啊 放那生抽 要老抽就不行了 老抽就上颜色了 生抽是不会颜色深的 放心 你这个加一层生粉 也是什么 为了让它这个形固定一些什么 对 表皮让它脆 这样炸出来 它吸附味道的能够会更强 嗯 咱们油温上来了 上碗 给大火 这几成的油啊 这得六成 对 我觉得现在真是有六成 六成 六七成了 咱们就先把鸡翅放进去 炸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开着火 让它一直炸 对 刚才少干老师说的对 就是所有东西下去了 你先搅和它 对对对 先让它固定住 对 有了表盒定住了 再去动它 对 老成 老成原来学微绕口样 这就是什么呢 当挂了垫粉 当炸东西挂了垫粉的时候 把这个东西放到锅里 就是首先先不能碰它 因为什么 因为一碰它就容易散步 所以得先让它外面 捧住了劲之后 我们才能碰它 太厉害了 就是这个 太厉害了 咱们顺便再切点姜片 这块也简单 直接打刀切 这现在是可以动了是吧 可以动了 颜色真好看 颜色上到了颜色 是因为加了生抽吗 加了生抽了 对 这怎么可以捞出来了吗 不 咱们把姜放进去 这样炸呀 对 这样炸 这样炸有两个好处 第一绝时间 第二呢 咱们炸这个葱姜蒜 放里面一起炸的时候呢 它本身就都带香味 哦 这鸡肉会更小 更好吃 对 我们把洋葱 这些干葱 干葱 干葱放进去 哇 哎 一会儿都把油一闭 这菜就做完了 别玩了 蒜 都放里面一起炸 哎 我觉得这么一炸呀 这当然我不知道你接下来怎么做 嗯 但总之像这个小干葱还有这蒜 都可以吃了 对 是吧 再切点小葱 来 好 给 炸一个啊 哎呦真好看啊 这鸡翅 我都担心啊 我都担心它会不会炸糊什么的 你看 不会 这颜色真好看啊 一会儿要不要一个出菜 先把它捞出来盘上 可以啊 好啊 来大一点的 来大点 别老说人老成不干活 我挺快啊 我给你说要不是说什么 哎呦喂 我都打到里面要我干了 我跟你说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嘴急赶快得做完 是 但完了 我建议啊 做完菜 保育生的活就是你的承包 这个我跟你说 你放心我告诉你 吃完了立刻就说 呦 这翅膀就困了 你看老婆 回家上个厕所我再回来给你收拾 保了发不饿了 不是老婆 我每次都只需要很多留着 别收拾 我回上西 我既然回来我就收拾 谁知道这么紧了 是吗 您上完洗手间得跑第二天了 好 好 我这个已经炸好了 咱们捞出来了 捞出来了 真香 而且颜色也好看 金色 你别倒这里得了 可以啊 行吧 搁稳了了吧 别烫了 锅里边留少量的油 把这个葱搁进去边 香葱是吧 对 香葱 还有忘了一个 洋葱 你都气糊涂了 谁气你了 我干嘛了 我在这儿 我这儿一直帮着你 你自己忘了就忘了 你就在旁边晃掉了 有这样的吗 都气糊涂了 洋葱丝 一起煎 好 这菜是一干熟的菜 稍微一 稍微一 带汤了 带汤了 他们给它稍微一边就行 稍微一边呢 待会儿呢 给它垫在包底里 来 还用 您把包给我 哦 我们家有这个小包啊 好 其中呢 拖出一半的垫头 有一半的 提着烧 对 我这包用放的火吗 稍微一样 稍微一样 可以 两个 您再给我拿点料酒 给 喝点料酒 让热水 不用太多 OK 烧开了之后呢 把炸好的鸡翅放进去 都放进去 开始炒味了啊 鸡精 好 胡椒粉您家有吗 白胡椒是吧 有 好 来一点 OK 好 咱们拿锅盖焖一焖 有 把葱味给它焖出来 好 这种干葱的味儿很好 您看 这个现在已经滋啦啦 是吧 葱味出来了 对 这时候呢 咱们把咱们的豆豉 也是放进去 哦 这个豆豉 就直接放成粒了 没话 我为了让它唇齿留香 让它保留它这个 原来豆豉的鸡翅了 所以咱们后放 如果你放的太早了的话呢 它就来干干掉了 沙锅里边也开了 香锅也开了 是 咱们关上我 沙锅这个真香 您给我拿个筷子 好 往里摆了 变一变的 就点点削了 嗯 好 开始勾芡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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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点 来一点香油 香油 哎 这次要是不是就是 那盛的那个沙锅里 还有稍微再 再 关火 不用 这些已经熟了 哦 就要那个热出气啊 对 葱 豆豉 都在这里 漂亮 好 纯齿留香鸡翅 来啊 出锅了 纯齿留香鸡翅 做菜步骤 一 鸡翅改刀 放料酒 盐 鸡精 生抽 生粉搅拌 放入六成油温的油锅 炸至片刻后 放姜 干葱 蒜 入油锅 炸至捞出 二 锅内留底油 放香葱 洋葱 料酒 热水爆香后 倒入鸡翅 放鸡精 糖 白胡椒调味后 放入豆豉 炸至翻炒 三 锅内放淀粉勾芡 点香油后 倒入沙包中 成菜出锅 来啦 少华老师请 哎呦 这迫不及待了 撕拉拉的 哎呦 迫不及待 哎呦 哎呦 我得尝一下 有点大 有点大 嗯 哎 这吃得过瘾啊 我还是喜欢吃那个小干葱啊 哎 老少姐已经 没错 特别小朋友喜欢吃鸡翅 我们可以换一种妈妈给他做 老陈啊 你就说这个纯脂流香了没有 我跟你说 哎 别断斗的 老陈 你说 我跟你说 吃饭之前怎么说的 吃完了以后 找出五十个夸我的词 他是这么应的吧 老方好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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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先吃饭一下 快夸着我 老方好看了 老方好看了 四月份啊 正是吃韭菜的好食 念点大师 就会蒸馒头 别的应该不会了吧 老陈已经吃了 你给我们做的就是 脆皮韭菜盒子就是三丈饼 薄乳禅艺 不吃点韭菜不不是 都对不起这韭菜呀 老师傅 这个锁了点 你要做个什么呀 红油番茄鸡丁 吃起来跟豆腐一样 这辣椒油番茄 在一起出来 那是什么味儿啊 你再想想 淋点花椒油 下不见烘吧 漂亮 半天都入不了啊 鸡丁饭 搞定了 不结束 那么多方便 快要做些什么